公共视频显示,这辆开在第一车道的面包车突然走起了S型,往前开了一段路后停在了第一车道上。 车上陆陆续续下来七个人,有几个站在车后侧,一个人换起了右后侧轮胎。 几个人没有做出一点反应,民警先让同事到后方预警,自己扛着警示装对交通进行临时管制。 在民警的指挥下,人员和面包车都安全撤离了,驾驶员说当时车子突然爆胎了。 对于驾驶员,在高速路上,因车辆发生故障后,不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的违法行为,被处以200元罚款即三分的处罚。